吱昔 歌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幹什麼?有在外面和樹鬥啡嗎? 沒有 沒有?他嘴怎麼會傷? 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說 我在問你 飛鴻 姐夫,你聽不出飛鴻有心事嗎? 他有什麼心事? 你聽你現在的樣子,我是他也不跟你說 我什麼樣子? 兇死樣子 讓我跟他談談吧 我免得你跟他談談就被罵人了 只會罵人,聞不到東西 不是嗎? 進來吧 飛鴻,我把咖啡沖了給你 不如給我一杯酒,我喝好了,寶姨 寶姨準備好了 葡萄酒 免得讓你爹知道 你是不是有感情問題? 跟桂蘭吵架吧 是嗎? 他忍和我喊就好了 打算說清楚也不用煩 誰知道說了之後,難道不說了 你跟他們說清楚?那怎麼辦? 那就是一個生氣了我 一個很傷心 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 真話未必每個人都這麼容易接受 但是總比你不跟他們說 尤其是小婷 你不說不會就會越來越深 但是我看見小婷很傷心的時候 我心裡又很不舒服 那你也不用怪責自己 現實就是這樣 可能他遲些知道會更傷心 那倒是 寶姨,那我現在應該怎麼做 你放心 我想小婷是一個明白事理的女孩子 她很快就沒事了 至於桂蘭 你也知道她和小婷是好姐妹 忽然變成這樣 我怕她覺得對小婷不住 你還是給她一點時間好一點 小婷, 飛鴻怎麼樣? 飛鴻有感情事 感情事?認識了女孩子嗎?是誰? 是誰? 你們父子倆都這麼懶惰 是小婷和桂蘭 小婷和桂蘭是兩個? 飛鴻怎麼這麼糊塗? 飛鴻沒有糊塗, 是小婷誤會了 小婷喜歡飛鴻, 就以為飛鴻喜歡他 但他們兩個自小一起長大 怎麼會有誤會? 放心, 飛鴻跟他們交代清楚了 飛鴻喜歡桂蘭? 姐夫, 這次算你不太懶惰了 不過問題就是桂蘭和小婷是好朋友 所以就令飛鴻很煩惱 天兒的感情事我就不懂 不知道怎麼跟飛鴻說 放心, 姐夫, 這些事交給我處理 那我就謝謝你 如果你姐姐在這裡, 飛鴻就別這麼煩惱 姑爺 黃媽, 甚麼事? 提督大人來了 參見提督大人 黃師父, 必多禮 大人請 來, 請 在下以為提督大人在廣州 要有一段時間才回來佛山 我們臨時有要事, 要來佛山 但一到達就聽到黃師父 說要請錢民團總教練之職 所以來了解一下 在下也想要遲些親自向提督大人交代清楚 到底是甚麼事? 不是張大人又為難你嗎? 不是, 其實… 其實就這樣做是為了一個承諾 我答應過一個人 只要佛山的秩序恢復平靜 我就不會再做分團總教人一職 難道是為了大紹天? 要不是發生召霸山的事 我也想不到大紹天曾經是黃師父的徒弟 其實黃師父三番四次向本官推薦大紹天 我也想到你們倆有一定的冤怨 我也留意到這個年輕人偏生聰明 只不過過程太過執著 既然問題也不在你身上 你又何必耿耿於懷呢? 大人的好意作下心靈 但事實上大家全部是在我的手上不見 這件事我是雜無旁大 而且現在佛山的奪循已經恢復 請大人結了 那民團的兄弟, 佛山的百姓 他對你這麼敬重, 這麼信任 你現在說不做, 怎麼向他們交代 還有, 黃師父帶領民權 繞平山雜的事 本官已奏之皇上 皇上已下旨報仗 如果現在黃師父說稱辭 我怕朋友氣君之罪 啟祖大人 只要這種情況, 本官希望黃師父繼續留任 既然如此, 作下只有尊照大人的意思 一定要記住, 變事要做得妥妥蕩蕩蕩 事成之後, 我不會虧待你們 謝謝大師兄 謝謝大師兄 見, 我沒問題 沒問題, 大師兄叫道 赴湯道火, 義不容辭 好, 果然是好兄弟 難得你們這麼有熱氣 還當我這位大師兄 以後就有福同鄉, 有我同當 好… 我們來敬大師兄一杯 大師兄, 乾杯 乾杯 來, 大師兄, 先休息一下 好 好, 還是看好一點才好 你不是又縮沙吧 是呀 如果你真的怕不敢做 你自己回去跟大師兄說 沒甚麼勉強你的 誰說我怕? 我提醒你們小心點 是呀, 最好 來 是呀 原來佛山還有官差的 你說甚麼? 說你們 工錢是懂得收, 不懂得做 甚麼都要我們民團做完 是呀, 你們這些官差回家也行 以後只有民團可以, 佛山 你說夠甚麼?再說我們不客氣 幹甚麼?想打我們嗎? 甚麼?要我們不客氣嗎? 官長大師兄 別亂說, 閉嘴 別打民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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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甚麼事… 他想打民團 你怎麼打我民團的人 我們沒有打過你們民團的人 我們要出門 這麼多人造證, 還想抵賴? 別去藏 黃師傅… 黃師傅, 甚麼事 黃師傅 是你們民團的人出然侮辱我們在先 明明是你們打我們民團的人在先 還在這裡惡人先告狀? 是呀… 大家不要吵 本體大王, 我想是一場會 不會? 黃師傅 會不會是你縱容下屬佛廉士兜飛? 兩位, 如果民團有所得罪 我可以代他們說聲對不起 但是提督大人成立民團的目的 就是想民團和你們一起 維持佛山的秩序 我相信提督大人也不想看到 有人處處針對民團 好, 黃師傅 希望日後你會好好管束你們民團的人 我們走… 好… 這位兄台, 別這麼瞞不說你 甚麼瞞不說你 那你現在是不是想不認數 究竟甚麼事? 爹, 你回來了就對了 這位兄台說敷完我們的藥之後 雙腳還腫了我以前我 我本來雙腳只是扭傷了 誰知道敷完, 補枝敗藥之後 就弄成這樣了 黃麒英也不知道是否懂得治療 你們還是去找另一個人治好一點 東西可以亂吃, 別亂說 你去找我們看看傷口 我怎麼知道傷成怎樣 走吧, 還在這裡幹甚麼? 黃麒英不懂得治療 想像我這樣就留下 你別走 怎麼樣?兄台, 我走 原來你真是來搞事 你的腳根本沒事, 你幹嘛搗亂 別走 扔他 爹, 難道有人破壞我們的聲譽 如果我們真的可以治好人 怕人中傷吧 幫忙 好 對了, 蓉兒 再過幾天 我就會和小婷搬到良寬以前在家裡住 你買了阿寬家嗎? 我哪能買得起 是莫老闆租給我住的 看來莫老闆也對你不錯 對 是, 莫老闆真的很想吃我 我離開中二堂之後 他知道我和我妹妹沒有地方住 他就安排在我外國那裡住 玉兒, 我終於可以出人頭地 我要證明給那些是我個個的人看 我就算沒了他們 我一樣可以闖一番事業 我都說你會成功的了 你多給我一點時間 我一儲夠錢 我就接你和我一起住 和你一起住 會不會不是很好 怎麼會呢 除非你嫌棄我 我不是這個意思 只不過我又不是你家人 我怕讓莫老闆知道他會不高興 怎麼會呢 他租得交給我就是我的地方 難道我和我喜歡的人一起住 也不行嗎 小天 小天 玉兒, 以前因為我還經不許可 要你守這麼多遺憾 但我向你保證 從今之後 你會為這個世間上最幸福的人 我會全心全地愛護你 那小婷呢 我怕我會分薄你對他的關懷 對 怎麼會呢 小婷始終會嫁人 到時候知道會有人代替愛愛護他 對了, 玉兒 你說將來我們生了多少個子女好 不跟你說 不跟你說 這些子女我也有份 你不當我說得多好嗎 小婷, 你沒見不舒服嗎 我看你臉色好像不太好 我沒事 不過有點悶, 想找人陪 所以就找你陪我 我還怕我會妨礙你 不會, 你肯找我陪你 我也不知道多開心 但我怕你一會兒吹風 我吹傷了墨幣 你別當我是病人 我真的沒事 不過, 有時候病一病 就知道其實你身邊 還有很多人關心你 不管發生什麼事 都會有人照顧你的 你又想念飛鴻呢 什麼事 什麼事 我還記得小時候 大哥和小師兄 經常去抓小鳥 不過永遠都不會怨我 有一次 小師兄知道我沒得去而不開心 所以他織了一隻草鳥給我 不過, 還說他每一次去抓小鳥 都會織一隻給我 不過, 我猜我以後 都不會收到他織的草鳥 我想一定是我不夠好 所以他不喜歡我 怎麼會呢?你是一個好女孩 你這個人又嚴肅, 又可愛 我覺得飛鴻…飛鴻他不會補 郭南又是這麼說, 你又是這麼說 這是事實 飛鴻他不喜歡你, 是他的損失 怎麼樣也好, 謝謝你 現在看見你笑, 我就安心了 總之以後, 如果你想找人聊天 你馬上找我 不如這樣吧, 以後我來客棧陪你一起散步 我想你以後不用來客棧接我了 為什麼?你不想我陪你嗎? 不是, 只是大哥和我搬了 我們不再住客棧了 我們搬去你的房子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是幕落不幫我們安排的 誰知道是你的房子 不要緊, 我已經不在那裡住了 說說說, 其實那裡挺好住的 地方又夠大 你不會這麼開心嗎? 當然不會 其實我還在擔心房子是誰住 現在知道是你們住了, 我就放心得多 阿歡 我沒事 只不過我忽然回到這裡 感覺好像有點怪怪 你以後都會來探望我吧? 當然會 如果你不嫌棄的話 怎麼會呢? 不如你早點進去休息吧 我明天再見 再見 小心點 我們好嗎? 可以嗎? 我好嗎? 我好嗎? 你怎麼會? 阿翔,為什麼你要這樣對小婷? 那我來問你,你想不想騙小婷一輩子? 我只是想跟她解釋清楚 我不想這樣誤會下去 但我真的沒想過弄成這樣 我打你有權,不要用力 對了,一點點,其實你是不是很喜歡小婷? 我明白,不過你打完我的拳後 我的心裡舒服了 對不起,但我當時真的很生氣你這樣對小婷 那我也不想的 那…不如這樣吧,你教我 怎樣令小婷沒那麼難過? 你教我做點事? 做什麼? 小小子 上車給小婷吧 沒理由,她總是以為你會做 我不會做的 以後你就會對她好一點了 那這個我當然會,不用你擔心 對了,你以後你喜歡桂蘭 那小婷和桂蘭有好朋友 那… 就是這樣才煩 我和桂蘭說,我已經和小婷說清楚 誰知道她說我很傷害了小婷 現在還說不和我來往 總之就是不說有煩,說了中煩 但要忍心,開底針 我想她早晚也會明白 襲擊官差很大事 不如我… 你又想怎麼樣? 別吵了 別吵了 差別人,搞出人命了 不如我,搞出人命了 提督大人, 這群民團實在太過分 還伏擊我們的官差 將他們打到重傷 提督大人, 你真的要好好評評你 張大人, 事情沒清過之前 你不可以一口咬定 是我們民團所為 這就是民團的制服 是在我們的官差 受罩的地方發現的 之前他們的民團 曾經多次我們的官差發生衝突 這次擺明是想報復的 單憑一件民團的衣服 就認定在我們民團的人襲擊官差 市民是一個做賊的 又怎會留下這麼多線術 讓人去抓他 除非別有用心 你這麼說只是想推卸責任 現在人證物證驅在人, 你還想辯駁? 我並不是辯駁 我承認我們民團的人 來自五湖四海, 良友不齊 但我相信他們絕對不敢襲擊官差 你就是說我亂判案了 是提督大人, 你真的要好點評下你 無論是否民團也是所謂 我也會徹底調查秉公辦理 張大人, 你也好地檢討一下 官府衙差出租的情況 以往, 博山支可以天下太平 全家一群盡忠職守 徐步安良律官差, 維護太平城勢之局 如今他們已經缺乏警戒性 被人有機可乘, 突襲成功 你說自己也保護不了自己的人 怎可以保護到平民百姓 張大人, 大人, 這但是… 張大人, 你回去督促一下你的手下 巡查的時候提高警告 是 黃師傅, 你回去調查一下 看看到底是甚麼人違紀違法 是, 提督大人 誰會這麼笨 犯完事之後還要留得這麼明顯的證據 我覺得一定有人插莊家和 雖然這麼說 但是一天找不到真兇 我們民團就難以避免 其實也是官差的問題 平時是黑黑白白作威作福 樹敵這麼多, 被人打不出奇 官差是有不時之處 但是我們民團也要好好管束一下 要不然就有人混入, 更加有事發生 爹, 民團的兄弟也來自四方八面 很難避免這種人 所以我們更加要打招十二分精神 既然如此, 我和秀榮回去提點一下他們 走, 黃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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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的人說寶芝林醫壞人 搞得沒人想來看證 不然一個人也沒有 把褲在人家裡 人家喜歡怎樣說人家怎樣說 我們制止不了 他們這樣說法 除了毀壞你的聲譽 還影響生意 清者自清 一定有人明白事情的真相 是呀 聽起來我就很替你不值得了 那我有什麼可以幫忙呢? 不用了, 麻煩你, 不好意思 我們大家都是江湖兒女嘛 你有事, 我也想和你分擔一下 你這個女人走來這裡幹什麼? 黃師傅有事 大家一場朋友來慰問也行吧 是呀, 寶芝林最近發生那麼多事 你別來煩我姐夫也不行 誰煩你姐夫呢? 就是因為寶芝林有事 所以我才來幫忙 無時獻殷勤, 非間即道 明眼一看就知道你打鐵打佬主意 娥媽, 你說什麼? 娥媽沒說錯 很明顯這個女人對你另有居心 不是呀, 鐵打佬 她向你獻殷勤 陳錦, 你別告訴我, 你一點感覺也無法 是呀, 我對黃師傅有好感 我們兩個光明正大又怕什麼認呢? 好姐, 你… 你這麼坦白, 我也很佩服 不過雖然我姐姐已經走了很多年 但我姐夫對她始終是仿狼樹一條心 你死心吧 這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事, 與你無關 寶姐, 如果我做了什麼 令你誤會的話, 我很對不起 在我心裡, 只有我死去的妻子 沒有人可以代替 黃麒英, 你… 很對不起 人家已經說得了 你不是還不死心嗎? 你不是還不死心嗎? 什麼? 人家什麼時候說過鍾怨黃師傅 你們猜錯了 我只是想跟他做好朋友而已 你沒事吧?那我走了 我走了 你走路不打, 你在梯子裡走 對不起… 黃恩, 怎麼會是火紅火綠呢? 誰會惹你呢? 別提了 福伯, 有沒有酒賣嗎? 我們這間茶居, 哪有酒賣的? 福伯 是 我到旁邊走了, 買點酒回來 老闆娘, 買酒? 叫你去就去, 出去就出回 即是去 老闆娘, 你不是不喜歡做我生意嗎? 要怎麼買酒? 現在我喜歡喝酒, 行不行? 行 一個人喝酒就越喝越悶 越喝越不開心, 一起 我叫你一起喝 你有東西不開心嗎? 你也是, 叫了整桌都是菜 他一件都沒吃過 你媽媽有事嗎? 不是 感情的事 老闆娘, 酒到 來… 別說了這麼多, 先喝一杯 喝吧 喝吧… 今天風很大, 水冷不冷嗎? 我不冷 是嗎?你今天心情多好, 買這麼多東西? 是呀, 看見頭顏色適合心水 又不太貴就買了 我好久沒買東西, 買得這麼開心 我好心 想吃蛋 其實之前遇見你這樣 我真是很擔心 現在沒事就最好了 真的? 嗯 你也知道你看我平時吃都不笑 就算是笑, 也只是苦笑 放心吧, 我現在沒事了 其實我一開始都很擔心 以為自己受到這麼大的打擊 我會傷心下去 但是過了幾天 我不再想一些不開心的事 本來心情平復 我不會再為這件事而不開心 據我說, 都是因為桂蘭 和一群朋友的支持和鼓勵 你才這麼快沒事 或者我和少師兄之間 根本不是愛情 是我自己一生情願 現在事情搞清楚了 豈不是不會再傷心了 你懂得這麼想就最好了 不如你進去坐坐吧 還是不好了, 我要繼續開工 下次再說 再見 再見 小婷 什麼 我有些東西想送給你 這是什麼? 不准支持 你回去再支持, 我走了 小婷, 我不需要說話去安慰你 但我只希望你可以忘記以前一切不開心的事 因為以後每天會有很多開心事等著你 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我可以做一個每天都為你製造開心的人 小婷 桂蘭, 你來了嗎? 你坐吧, 坐吧 那隻小草鳥 我沒想過在這個時候會收到一隻草織的小鳥 我都說她之前還沒搞清楚自己的感情 但現在搞清楚就好了 我都不知道應不應該給她一個機會 我曾經很缺絕地對她 那也怪不得你 只要你真的喜歡她, 她又對你好 好, 還用不著想這麼多 那你真的贊成我給她一個機會嗎? 只要你開心的, 就去做 龍天爺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那倒是 如果桂蘭你也贊成我給她一個機會 那我就考慮一下 桂蘭, 回來了嗎? 是呀, 蘭先生 臉色很差, 你沒事吧? 沒有, 可能我剛才在外面走得久 有點累而已 桂蘭, 去完街了 爹 你剛才康復, 注意身體吧 經常走出去, 令爹很難擔心 我知道了, 爹, 我已經康復了 不過剛才看著悶悶的就出去逛逛了 我也很明白, 你會找些東西學習 真的嗎?不如這樣吧 想不想去香港讀書 你要送我女兒去香港讀書嗎? 夫人, 省城的張老闆 做人送了兒女兒去香港讀書 想知道多好 我們剛才跟桂蘭團聚 快送她走, 我不贊成 現在國家提了洋務運動 叫我們學洋人的優點 如果桂蘭要讀書, 最好選香港 不過我不會勉強她 不, 去香港讀書也不錯 你真的想去香港讀書嗎? 一個女兒人家 我怎麼捨得山長水遠送她讀書 夫人, 你不捨得就陪她一起去 況且最近我和香港的商家做生意 遲些人我還在香港開分行 對了, 其實這次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如果娘你擔心我 你不如一起去 況且有爹和娘一起陪我 我去哪裡都不怕 那好吧, 女大女世界 你去哪裡, 我們一起去哪裡 那我安排一下 老闆, 找我有什麼事? 老闆, 對了 這次我陪夫人小姐去香港 起碼一兩個月才回來佛山 我走開的時候 這裡的一切你給我看近一點 是的, 老闆 還有, 過兩天 香港有一批貨人上來 這批貨非常重要 你好好照顧, 不容有失 放心, 老闆 絕對不會有問題 姐姐 姐姐, 我那幾天就去香港讀書 我想有一段時間都見不到你 你自己小心點 為什麼突然? 沒有, 因為我想讀書 況且爹遲些去香港搞生意 所以就和他一起下去 你真的為了想讀書而離開佛山? 那…爹說現在國家提倉生人文化 何況香港的書真的好一點呢? 桂蘭, 雖然我們現在不在一起生活 但我記得你說過 無論怎麼樣 我們兩姐妹都不會分開 現在你突然說要走 你是不是有什麼事不想面對? 是嗎? 是不是因為飛鴻? 小婷呢?她知不知道你要走 她最近身子不太好 也不想打腰她 姐姐, 你幫我跟她說一聲 你放心, 我知道怎麼做 但是桂蘭, 姐姐想你知道 逃避不是一個解決方法嗎? 我知道了, 姐姐 以後有天哥照顧你, 我也放心點 你不用擔心我 你來到香港人生路不熟 萬事小心 桂蘭, 你就這樣走了 那你和飛鴻怎麼樣? 最近有這麼多事要處理 哪有空想 但是我去香港的時候 你不用跟三婆說 反正說了也不記得 我知道怎麼做了 你真的去香港讀書嗎? 是啊, 爹爹已經幫我安排了一切 我來到香港也是等開學 聽說香港的學校又大又漂亮 如果你真的開心, 那就行了 謝謝你, 阿堅 阿堅, 我知道你為了我做了很多事 我做人一個, 會做些什麼 我真的知道你用真心對我好 我做了之後 希望你和三婆永遠都可以更開心 桂蘭, 你會再回來佛山吧? 不知道, 看看讀完書之後怎樣 我先去睡吧 可能也會回來探望你和姐姐 幹嘛呢?別浮光看我這麼面目了 我們也可以通信 不然我們也是朋友 是朋友 幹什麼?這麼晚都還不睡 不開心 阿媽, 你怎麼這麼晚? 不想喝酒?不開心嗎? 其實為一個喜歡的人做這麼多事 只是想他幸福和快樂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最後還是一無所有的 你說桂蘭嗎? 不是, 我隨便說而已 媽媽 你別當媽媽懶惰惰惰 什麼都不知道才行 你和桂蘭分開了 媽媽, 你怎麼知道? 她一陣子沒來我就知道 你一定會把真相告訴她 是嗎? 是, 如果我騙她 她未必會離開我 但我真的不想騙她 媽媽, 我不是很笨嗎? 不是, 你這樣做是很對的 開講也有話 勉強沒有幸福 不愧是我的乖孫 如果沒有女人要你不要緊 媽媽可以照顧你一輩子 真的嗎? 不要再喝了 媽媽, 早點休息吧 我幫你倒閉 阿歡 小婷 來了很久嗎? 不是, 只不過剛才有個客人離開這裡 我早了而已 對了, 你今天想去哪裡兜風? 不知道, 不如你決定 那先上車吧 怎麼了? 沒事 阿歡, 停車 你沒事吧?你不舒服嗎? 阿歡 我有點事想問你 甚麼事?你說吧 你是不是還喜歡我 我明白了, 你已經不喜歡我了 小婷 我真的一直沒有變過 真的嗎? 真的嗎? 我一直都這麼喜歡你 但是你跟我說你不喜歡我 我覺得我無謂要勉強你 其實現在這樣也不錯 好, 我可以經常見到你 可以跟你聊天 我已經很滿足了 其實在這段日子 我曾經真的試過很傷心 但是有你支持我, 開解我 這個感覺 我真的覺得很實在 我覺得自己很幸福 我想… 我想…我喜歡了你 你不是曾經在信上 告訴我 你想做那個 每天都為我製造開心的人嗎 是不是真的? 真的? 別說我一世 十世, 一百世我都願意 你說過的話 不可以不算數 小婷 小婷 其實這次真是多虧桂蘭 鼓勵我 向你說出我的感受 可惜她今天就要走 我也來不及感謝她 桂蘭要走? 是呀, 她要去香港讀書 不過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她要走得這麼急 看 原來你還不知道 其實桂蘭喜歡飛鴻 飛鴻也喜歡桂蘭 桂蘭怕你不開心 所以她才要走 原來是這樣的 桂蘭真傻 別說太多了 我們馬上回去通知飛鴻 看她還趕不趕得及 小師兄 小婷, 為什麼你們兩個在一起 我想告訴你 我已經想通了我 阿歡, 你和桂蘭的事 什麼? 你不用再擔心小婷了 她現在已經很清楚 她自己喜歡的人是誰 原來你們兩個 所以你和桂蘭不要再因為我而不開心 還要互相逃避 好, 還要你沒事 見到你們兩個這樣, 真是很開心 我們兩個別說了 先說你和桂蘭的一筆 算了 我遲些再向她解釋 不可以遲的 你知不知道桂蘭要去香港讀書 她以為我放不下你 所以想離開佛山 她快要上市去香港了 是呀, 你快找她說清楚 你走吧, 還等快點 快點 小婷 走吧 老闆 小婷, 替我好好看天龍龍 你放心, 我會的 老闆, 老闆 老闆, 老闆 老闆, 你在幹什麼? 老闆, 你在幹什麼? 我最重要的事要跟桂蘭說的 小婷, 讓她們聊一會兒 好 好 好 放手 你想怎麼樣? 我早就跟娘們趕回香港 就算你要走, 先聽我說 好, 你有什麼就快說 剛才小婷和梁寬來找過我 她告訴我, 她也會喜歡對方 小婷和梁寬他們 不可能的 你不要到這個時候 再說話騙我 你知不知道 小婷收到你織給她的草雀仔 不知多開心 這個草雀仔 是我教阿歡織給小婷哄她開心的 桂蘭 我只是想逃避 怕傷害小婷才離開 但小婷都找到自己喜歡的人 桂蘭 桂蘭, 你說過你喜歡我 為了我留下 沙子 還不停 我即將會示範 約六、兩、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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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後